不少人早餐一定要來上一顆雞蛋 但雞蛋價格不斷攀升 早餐店業者苦喊 實在吃不消 雞蛋產地價格 從每台金四十點五元漲到四十二點二元 批發價從每台金五十元漲到五十二元 零售價更貴了 從每台金五十三元漲到五十五元 創下歷史新高 雖然蛋價高漲 但雞蛋天天都要吃 之前農委會說八月蛋價會趨緩 但顯然蛋價仍在高點 強制換你跟這個 鞋子淘汰掉 目前了解 所理是 有三百幾萬吃 很欠 5千 5千 20斤 5千 差不多一百萬 也是補上來 導致 現在這個缺口 旅遊勝地銷售成貌才會比較缺 蛋糕表示天氣炎熱加上牢機偏多 雖產量不如預期 但商工會理事長也指出北部消費不多 所以都買得到 不過到了宜花東高坪地區 因為是旅遊景點 餐飲消費需求大增 缺蛋更明顯 調蛋頻繁 預估缺口最少一成 但這一成缺口 該如何補足 政府顯然沒有具體做法 記者周天杰成家論台北採訪不到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